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福音 先要明白上下文的记载 耶稣在安息日,去到会堂,参与了礼仪 并且宣讲,驱魔 后来离开会堂,去到伯德鲁家 医好伯德鲁的恶母,一传十,十传八 那些人就来了 但又不可以很早来,因为那天安息日 于是旁晚,日落黄昏,才来到,迫得满了 耶稣夜妈妈还要工作 翌日清晨,天还很黑 耶稣就出去,去荒野祈祷 你看到耶稣很重视这份祈祷的时间 同赴独处的地方 祂要找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方祈祷 很明显,为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 就是工作和祈祷,行动和默观 不单是比较对立的 好像做这样,第二样就少了,不是这样的 而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 不可以天天走去祈祷 好了,所有的东西就荒废了 不做爱德的行动,又不行 但每天都要去做,帮这个帮一个 分开祈祷,慢慢地没有力量 做得不好,自怨自艾 或者做得好,又认为是自己的成就 看不到是天主透过自己去做的 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工作和祈祷 行动和默观是非常重要 在这里提醒我们 最后我们生命的圆满是在于天主 而不是在于我成就些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我帮到多少的人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的工作 聚绩的财富 我们可能以为有的成就 甚至是一些爱德的行动 帮很多很多人 但真正的生命 就是灵性的生命 首先是在于与父母的关系 然后在兄弟姐妹里面 展现这份来自父关系的爱情 和他人分享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记住这句圣经金句 并且学习耶稣的 清晨,天患狠黑 耶稣就起床,出去祈祷 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来 这样子 我们交给我们 ном诚以来 在预告节不能不错 结束 还有最后 我亲尼远